大家好 我是混水 欢迎comment like share 最重要就是按一按订阅的小铃铛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金融的黑幕内幕真相和分析的话 也都欢迎订阅我的patreon 最近我的patreon就教别人如何利用个人理财财机 可以免息分期套大概超过30万左右的数出来 都帮助了很多人在现在一个经济困难的阶段度过难关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我的patreon了解多些 我亦都开通了payme的点场和打伤服务 所以亦都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好 这个胡锡进去年6月高调公布自己炒A股的消息 正好赶上了A股向下列车 赤身网址就说自己已经亏了6.3万人物败 但是长较和A股共活肉 会让自己安排别的选择 你见到他炒A股的时间为什么呢 就是上年开始去到今时今日 已经是跌了这个6.3万 亦是和A股那个 下跌的节奏就是差不多的 我想就是他作为一个叫赤环球日报的总编 最香港人认识他 当然是 他来了香港和陶杰就上了那台节目去到辩论或者聊天 有很多黑人认识他 大陆我想都有一定的知名度 他的这个叫做在这个叫做网上做自己去炒股 我想都是有一个的宣传的功效在这里 因为事关于A股就 我想很多股民对A股就没什么大信心 因为始终就很多年就长期就不升 而且就以往升的那些都跌回了 就是很危险的 给了一个感觉比较顾问 他的这些铺我想都是一个叫做外宣宣传的手段 所以才有这样的玩法在这里 是所以就这个大外宣的策略就似乎有点令到整件事有点尴尬 因为他就输了钱了 好像间接就证明了A股不行了 那当然他一个聪明的小粉红或者小粉红的头目 我都会懂得说我自己炒得差而已 所以就关于A股的事 但是每个人都知道 现在讲股A股其实都是很艰难的 我自己都是艰难地运作着 但是都是关关难过关关过这样 那他如果用这件事作为一个外宣的话 我觉得就相对地是失败的 那当然啦 你慢慢这个仓就会偶尔拿出来给别人去讨论 对于他本人的知名度 或者维持着那个滑滑地的热度来说 是有一个帮助的 但是这个的做力是不是真的这么大呢 那就是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行量和考量的方式 是啦 你看到怎么说 整个market是有少少就不变抗的 就是A股市场 就是你之前有些数据出到来就是 你美国那些家庭又是几十percent 是会支持美国的股票 就是他们有一个正循环去到 就是家庭人找到钱 你投回到股票那里 然后就刺激到一些美国企业 然后就再令到股票市场上升 就是人家有这样的正循环在 但是中国人就是那边相信那个的楼市多一点 就是你见到个案二十年都是 升就升那个楼市 但是你那个基股市场呢 就是一决不振 那你就现在你中国的楼市就看到 相对是倒了 跌了下来 所以他就会找回另一个的 财款载体 去栽回这些钱 但是你要在这件事成功之前呢 就要恢复那些的审户 对那个market上面的信心 那现在我们就见不到这种事 就是你见到 上面政府就不停在叫那些可能基金就不给沽空 就没有沽货 那你从一些的 就是大型的投资机构呢 希望去刺激到market 但是这个是不足够的 你真正的那个推动呢 是要令到那些的普通市 但是还要对股市 是有信心 就好像美国那样 大部分的投资者呢 就是散户都会投回自己那些 国家的股票 而那些国家的股票真的是 offer double的 能够益起到的 但是现在大陆呢 就不是很做这种事情 整个市场呢还没恢复到呢 令到那些散股呢 是有信心 所以这件事情 是需要一些时间去建立 但是 你感觉到上面是想做这件事 是那就关于整个大陆的投资 那大家可以 就是看回我们之前的youtube的影片 又或者可以订阅我们的patreon 了解多些 或者问我们的youtube问题 youtube的会员答案 我们都可以再拆解多些的 那现在日银子就继续去印的 但是大部分的水呢就去了债市那里 因为债市呢是过热的 但是股市呢 就 你见到啦 A股就是 没什么人去玩啦 而亦都衍生了一个问题呢 或者不是一个问题呢 一个现象呢 就是现在很多的科网巨企 或者 这份平安保险 又或者大型的公司呢 他们那个cost of equity 都是 高过cost of debt 所以他们现在是用着一种 类似是可换债的方式 去做融资 不会特别去公股 不会特别去乘 债券他们都会去发 但是 因为债券现在太热了 你现在要硬发债的话呢 你要用 一个很高的类数 你才可以吸引到那些人去营购 但是可换股呢 就可以平衡到中间那样东西 所以就是 你既可以有 因为可换股的concept 债券加一个可以 换股的option 所以在一些 利息开支上面的 定价是可以有一个 轻微的 调节的 因为始终去到最后 印那个也好 买那个也好 买那个会觉得有机会 升穿了那个兑换价 但是印那个不是那么大的 他不介意 给一个option 反正他都觉得行驶不了 但是又可以换来 那个QBOARD可以低一点 他不介意这样做 这个就是 一些小小现象上面的观察 那么再看看阿易 有没有什么补充 都想要点时日 就是你说这个股市 你日本都引了 十几年前 就是阿培经济学之后 股市才去 日期破顶 大陆现在就疯狂 想着做这样东西 这个信息 不是可以 短期内建立到的 就是对这个散户来说 所以就 在这些年计 所以就 不敢说 看死他 但是短期内 都然情况是 很差很差的 香港的情况 是 那我们 今集的节目就来到这里 我们再跟大家见面 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首先希望大家可以多点 CRS comment share 和按一按订阅的钟 这个是非常重要 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一个YouTube 80元的会员计划 这个80元的会员计划 是会解答大家所有的问题 所以feel free去问 我们每一个星期都会解答 你问我们多少条问题 留多少次言 我们都是会解答你的 那是非常之划 你问我们100条问题 我们都是会解答你100条问题 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一个pay me code 就放在影片的左上角 同一时间也都放在 comment和caption那里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影片做得好的话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去打赏我们 以及 也都多谢一下打赏了我们的朋友 我们也都有一个点唱的环节 就是你只要在pay me那里 输入一些理想我们说出去的message 那我们就会透过我们这个平台 就会说出去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善用这个 点唱环节的服务 那也都除此之外 我是有一个patreon的订阅产品 那里面是会爆很多黑幕内幕 以及一些 独特的独家分析 那甚至乎我现在 做着的奇人潭 是会找不同的嘉宾做访问 那里面也都会再有一些公开 不方便去说的一些 黑幕资讯 都会在patreon那里 爆出来 也都有 很多的电子书 电子雜誌 还有很多的精彩内容 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个 绝密的爆是非的youtube 那希望大家可以订阅一下 我的patreon 那最近呢 我就最受欢迎的内容是 讲一下 怎样可以帮 现在 香港人呢 是可以透过信用卡财技 套到30万出来 那这一招的财技呢 套到30万之余呢 亦都是可以 分期付款 其实是超过30万的 只要你懂得玩的话 那所以亦都帮很多现在有现金周转困难的香港人呢 就解决了他们一些的严微资急 那甚至乎有一些的税汉的财技呢 是可以一月的税移到去五月才交的 那亦都有 这一些的巧妙东西 那所以大家都可以去订阅一下 那我自己亦都有一个fortune inside的订阅产品 里面就会多些上市公司 股票内幕的分析 那至于90后投资经理阿妍呢 我的节目拍档他的投资回报亦都是非常之厉害的 近年都很轻易会找到一些两三日前买之后 就会爆炸性回报几十个percent至一倍的股份的 那大家如果对于投资 港股或者美股策略上面是有疑问有兴趣的话 亦都可以找一找他 就把握现在这个机会的窗口 那至于联络他的方法呢 下底就有一张Google form 亦都有一条Google link 在caption和留言那里都会留下这个Google form 那大家可以去找一找他了解一下他的那条策略 那这个就你们自己私底下联络 那就无需要去经过我的 那我亦都相信今年 是一个最重要的机会窗口 那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一年的机会窗口 要找多些钱 去做好整个人生的资产投资的财务部署 谢谢大家 0